大家好,我是Den 女团APINK的队长Pak Chorong 对小时候的朋友进行了提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昨天APINK所属公司正式发表声明 公司在4月1号通过法律事务所 对金某已散播虚假事实 评语毁损、威胁等罪名 向江南警察局提告了 最近Pak Chorong接到了小时候的朋友金某的威胁性电话 金某已不是事实的暴行私生活 威胁说要向媒体爆料 逼Pak Chorong退出演艺圈 Pak Chorong跟以前关系亲近的金某发生过一些事情 导致关系变得疏远 因此金某与别的朋友也发生过争吵 对于过去或许可能造成心理不变的事情已经有道歉 而且Pak Chorong也明确地表示 没有做过金某主张的暴行 并且为了尊重小时候的关系 也答应了与金某的见面 为了沟通尽了努力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金某持续地推翻事实关系 突然取消见面 将若有Pak Chorong真心道歉的录一 与虚假事实提供给媒体的 持续地做出不讲理的行为 导致Pak Chorong受到精神上极度的痛苦 因此公司会整理所有资料 以民心事上的提告来对应此事 所以整理一下就是 Pak Chorong小时候跟好友 因为一次的矛盾后关系疏远了 一点都不是什么 甚至之后与金某发生冲突的也是别的朋友 毕竟小时候曾经是好朋友的关系 Pak Chorong不想让事情变得复杂 就答应了与金某的见面 也对之前的矛盾道歉了 但是金某却把Pak Chorong的道歉录音下来 用这个来威胁 所以公司才会站出来提告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保护Pak Chorong 怎么能用退出演艺圈来威胁呢 人家红所以才会嫉妒 以为威胁就能拿走钱 所以才会在那里发疯 最近Pak Chorong证音很多 趁现在这样的人真的很恶劣 反正爆料了也不会有人相信 QQQ 粉丝们反应 太傻言反而好笑 不过真是搞不懂 Pak Chorong退出演艺圈 他又能得到什么呢 希望AP可能继续15周年20周年 让金某的肚子疼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4月份出生的IDOL们 4月3号 4月8号 4月9号 4月13号 4月15号 PENTAGON紅燒 PENTAGON GINO 4月18號 JESCICA 4月20號 NIPNJ WIKIMIKI 4月21號 4月22號 ONELOP SHOGIN 4月23號 NCT Channel TWICE CHEYONG TIO UNGIE 4月25號 MCND BIK 4月26號 CRAVITY ELLEN THE BOYS NEW 4月27號 TIO CHIHUN 4月28號 INPEED SONGYU DAYSIX文憑 4月30號 POPL KISS EAT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PENT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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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TAGON